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 近日抹黑九二共识 动作频频 甚至要求台湾各政党 不要再提九二共识 引发台湾舆论的批评 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反问蔡英文 不提九二共识 你觉得该如何处理 除了政治人物 台湾民众又是如何看待 蔡英文进来的言行呢 我们一起来看 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蔡英文日前要求台湾各党派 不要再讲九二共识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 日前反问蔡英文 不然你觉得该怎么处理 柯文哲说 两岸一家亲事先声明 我没有打算对你有敌意 我们先保持一种善意 除了台湾的政治人物 台湾民众对于蔡英文 近来要求台湾各政党 不要再提九二共识的做法 也不以为然 我支持九二共识啊 就是九二共识就是两岸和谈的一个基础吧 对啊没有基础你怎么继续谈 那你觉得蔡英文讲 大家不要提九二共识 会不会给两岸之间制造一些不稳定 一定会的啊 对啊 毕竟大家要和平嘛 现在看起来像九二共识 我是觉得说已经算是比较好的方式了 除非说有办法两岸再提出更好的配套措施 觉得他讲说台湾各政党不要承认九二共识 会不会制造两岸之间的不稳定 一定会啊 因为毕竟国民两党的立场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两岸关系其实是一个 需要维持一个和平稳定的关系啊 对因为毕竟不稳定的情况下 对双方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 是有可能啊 不过还是和平最好嘛 连日来蔡英文抹黑九二共识 并要求台湾各政党不要再提九二共识的言论 一直受到台湾媒体的关注 8号出版的台湾中国时报 就以三个版面多角度进行分析 并发表评论认为 九二共识就是一家人共识 大陆对台释放善意 却被绿营的政客恶意扭曲 把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 形塑成是洪水猛兽 其实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础 讲白了就是两岸都把彼此当作是自己人 两岸一家亲 还有台商呼吁蔡当局不要一起用事 搞好两岸关系拼经济才会有感 其实情感和善意是两岸交往的基础 维持不易 蔡当局不应为了一己的私利 而制造两岸之间的对抗 央视记者台北报道 据台湾媒体报道称 蔡英文近期频繁在两岸问题上制造矛盾 7号又在社交网站上发表文章称 要为台湾制造更大的声量 引发各界的抨击 一起来看相关报道 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蔡英文不断在两岸问题上秀强硬 召集国际媒体球员 攻击一国两制后 蔡英文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从九和一选后到今天 检讨跟反省从没有停过 新的一年 一起为台湾制造更大的声量 因为个人的声量大小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台湾的声量一定要大 这是今年最重要的事 有媒体评论称 蔡英文这番话显然是针对大陆的 通过在两岸问题上显摆强硬姿态 而这种为了政治私利 拉拢绿营支持者的做法 牺牲的却是岛内更广大民众的利益和共识 中时电子报称 蔡英文的确可以借机 在短时间内积累声量 但是台湾民众已在九和一选举中 用选票告诉蔡英文和民进党 社会和经济等议题 才是最重要的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 台湾大学8号举行了校长交接典礼 代理校长郭大为 交接给了2018年1月5号选出的管中民 300多天的临选争议终于落幕了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 台湾大学8号上午举行校长交接仪式 台当局教育部门常务次长林滕娇 担任兼交人 由代理校长郭大为交接给管中民 管中民在致辞中坦言 这个交接典礼得以实现 要向许多人表达最由衷的谢意 这个交接典礼得以实现 我一定要向许多人表达我最由衷的谢意 这个职位还有生命中的另一层意义 就是我此生结缘台大 报恩还愿的机会 2018年1月5号 台湾大学透过临选委员会 选出管中民出任台湾大学校长 原本预计2月1号上任 却接连遭到台教育部门 以临选程序瑕疵 论文抄袭案 赴大陆讲学等各种理由卡管 2018年12月24号 时任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叶俊荣 临时召开记者会 批评临选委员会不作为 然后突然宣布 免与同意聘任管中民 担任台大校长 随后下台辞职负责 加上之前的潘文忠及吴茂坤 共有三位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 因管案下台 蔡英文频繁就九二共识 大放厥词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指出 蔡英文所言不对 马英九称 各政党应该一致 都承认有九二共识 蔡英文的不当言论 会对两岸关系造成怎样的影响 民进党当局又为何偏要 一意孤行 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马英九催蔡英文承认九二共识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近期蔡英文频提九二共识 并且口出狂言 对于蔡英文的表态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马英九出席活动的时候指出 她觉得这样做不对 马英九认为台湾各政党 应该一致都承认有九二共识 那为什么蔡英文近日频频发表 不当言论 这又会对两岸关系 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就以上内容 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嘉宾 台湾政治大学的赖岳谦教授 您好 桑正好 余教授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北京国际关系学院 余强教授 欢迎 桑正好 赖教授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近期针对九二共识 蔡英文究竟做了什么样的表态呢 我们首先通过新闻 做一个背景的了解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蔡英文日前旺称 期待台湾所有政党 都应该清楚说出民众的心声 不要打折扣 不要再讲九二共识 对于蔡英文的言论 马英九表示 他觉得不对 各政党应该一致都承认有九二共识 我觉得应该一致 都承认有九二共识 这是最好的结果 另据台湾中时电子报报道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 也对蔡英文的言论作出回应 吴敦义表示 海峡两岸要能够和平稳定发展 九二共识是很重要的基础 他痛批蔡英文不承认九二共识 是因为不老实 因为蔡英文在担任 台湾陆委会主委期间 接受质询时 就曾答复过有九二共识 自己不承认拒绝 九二共识也就罢了 现在居然还让岛内各政党 都不要再提九二共识 而且还口口声声说 这是台湾广大的民生和民意 真的是非常的滑稽可笑 那么赖教授您认为 现在近一阶段 蔡英文针对九二共识 为什么会做出了以上 如此激进的一番表态呢 蔡英文这样的目的是 为了要挑高两岸的 对立的情势 这样的话有利于 他在2020年的选举 蔡英文从他上任以来 他就不再提出元旦谈话 也不再提出元旦文告 都没有 但是问题就在于 怎么会在两年多以后 突然间他在1月1号 要发表一个所谓的元旦谈话 而他的元旦谈话中 用了很大的篇幅 那么都在挑衅中国大陆 也在对于中国大陆 释放出一种非常不友善的一种态度 什么四个必须 什么三个防护网 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时候 他试图利用这样的一个讲话 采用他独特的话术 所谓的独特的话术 就是一花接木 否认九二共识 然后又把九二共识 跟一国两制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主张他的台独 我们看到了他的目的 就是要在台湾内部 再重新挑起 这样子一种对立的局势 他认为国民党软弱 国民党不敢跟他起来叫板 国民党不敢为维护 九二共识也就是维护 我们都是中国人 维护我们都是中华民族一份子 的这样的一个坚定立场 而表态而站出来 他就吃定了国民党 在这个方面一定是软弱的 所以他很明显的 就直接公然的否定了九二共识 直接公然的推动了 那么台独这样的一个主张 这样的情况当然会激化 起两岸之间的对立 两岸之间一旦对立起来了以后 那由于他吃定国民党的软弱无力 所以他本身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 所以我们目前看起来 蔡英文的手段继续在进行 在台湾来讲 必须要靠的另外一股力量 来跟这个蔡英文针锋相对 因为依靠国民党 我觉得可能性并不大 还是这种老涛的手法 继续操弄这种两岸对立的这张牌 但是他没有发现时过境迁 如今两岸民心一致 相互融合的态势 是已经不可扭转了 所以在这个九二共识的问题上 之前他在没有做地区领导人之前 做这个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他是承认过有九二共识的 但是现在自己成为了台湾地区领导人 反而否定了这个九二共识 那您如何看待自己前后态度变化的 这样一个做法 我想蔡英文当时承认有九二共识的时候 她当时是陆委会的主委 她当时还没有加入民进党 她是五党级 而后来她加入了民进党 后来又变成民进党的党主席 后来又变成民进党级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她就再也没有承认过九二共识 我们知道民进党其实是一个台独政党 她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不承认有九二共识的 蔡英文自从加入民进党之后 就跟民进党的立场几乎趋近于一致了 蔡英文最近做的这些事情 第一个我们观察蔡英文做的这些事情 其实可以从她的老师李登辉 做的事情的那个脉络中找到答案 当年在两岸关系稍微取得一些进展的时候 李登辉就跑出来阻挠去破坏 然后现在同样的道理 就是这个两岸关系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 蔡英文方面民进党方面 其实看到了两岸关系这样一直往前走 所以他必须要去给你做阻挠 你看这一次的这个台湾九合一选举 其实表明了台湾同胞 需要两岸要交流要发展要九二共识 12月25号台湾的这些县市长已经上任了 那么大家都是准备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展开两岸城市交流 我们可以预期两岸城市交流 这样推展下去之后 其实对于大陆对于台湾 特别是对于台湾 一定会有很多的好处 那么就会凸显说 你蔡英文做个台湾地区领导人 你连个县长都不如 人家县长和市长两岸交流搞得这么好 你连个县长都不如 你还选什么2020你回家去吧 所以蔡英文必须要阻挠 他为了去拼2020 他其实只有半年的时间 过去两年半造成了这么多的问题 这半年间你让他全解决 大概不大可能 他其实有没有在解决 他有在解决 比如台大校长的事情 其实他就解决了 结果一解决后座力极大 四个独白大佬就跑出来 就要蔡英文下台 所以这些问题其实很难解决 比如说像这个能源的问题 他已经把这个核能的电厂的燃料棒 送到美国去了 你说再把那个燃料棒再要回来 然后再给它装上 然后半年之内能发上电 这个不大可能 所以他的想法就是拉高两岸的对立 让大家把所有的焦点 不要再看能源 不要再看其他的问题 都去看到两岸 所以他现在就非常明显地 在破坏两岸关系 使得希望说台湾社会 大家的重点都放在两岸关系上来 他是在处心几率地破坏两岸关系 想挑起两岸之间的对立 但目前岛内的现实 九合一的这个结果证明 像您说的 台湾的民众要融合 要交流 要九二共识 而民进党当局是 不要不要什么都不要 虽然对于这个问题 对于九二共识 民进党采取的是一个 否认的态度 但是现在站在民众的对立面 难道他们不清楚到 自己根本没有这个实力和资本 去阻挡两岸之间的这种交流和融合吗 那么照这样下去的话 他们会彻底失去民心 彻底失去执政的 赖教授 目前民进党他看起来 他们在推这个两岸的 这个对立跟激化 那么透过否定九二共识 透过以一种那个超强的 这种姿态来表现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蔡英文的网络的声量有在拉高 换言之也就是说 他又把那一些太阳花 本来承袭的这些人 又重新换起来了 独派的又被他换起来了 换起来以后 我们看到了 这个他的网络声量升高以后 蔡英文他的团队们 又开始积极的 那么在激化两岸之间的一个对立 目前来说 短暂的时间来讲 看起来是奏效了 我们把它认为是饮症止渴 也就是说他饥渴了 他口渴了 他去喝毒药来解渴 但是短效好像是有的 这个短效有的时候 我们也赫然发现 国民党在这个部分里面 确实又退缩了 在这个情况一旦退缩了以后 蔡英文相当有可能 就继续把这样的一种仇恨 把这种反重的情绪 再把它推出去 我觉得现在要再依靠的 就是这股白色觉醒的力量 来跟这个蔡英文他们 针锋相对 我觉得这股力量不可忽视 这股力量是来自于 民众最底层的力量 在这次九和一的选举中 我们也看到了很清楚了 台湾的广大的民众 超过六成以上的民众 他们要九二共识 他们要两岸和解 他们要追求和平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目前的这股蔡英文 所发动起来的逆流 正在跟我们对抗 我们必须会给我们 这样的一股基层的民众 从高雄一直到台北 那么这样的一股基层民众 我们给他们作为 最坚强的后盾 我们成为他们的喉舌 我觉得这是一股 针锋相对的一个战争 这个战争在台湾 一定会打起来 我们也期待 国民党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那么继续来对抗 这些独派 我觉得唯有壮大 所有的可能用的力量 我们才有办法 把这股独派的这股力流 把它压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一年以来 就是2019年 我们已经可以预判 这一年不会是一个 平静的一年 这一年是一个 必须要坚定的意志 要强大的力量 跟民进党 跟台独分子 做对抗的一个局面 我们当然渴望的 国民党赶快加入这个团队 要有用气 不要归缩 不要退缩 这个部分里面 国民党要看清楚 大师大非 蔡英文过去贫蹄的维持现状 是否已经破功 两岸关系 未来又面临怎样的挑战 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确实之前 受到蔡英文欺骗的岛内民众 早已经觉醒了 不是当年的民众 特别是如今的台湾的年轻人 他们也已经看清楚了 大陆才会给他们 带来希望和这个机会 所以蔡英文还妄图发动 当年的这个太阳花学院 真的是这个痴心妄想 所以对于他现在 拒绝承认九二共识的做法 我们看到 也是受到了 这个国民党主席 吴敦毅的这个批评 但是吴敦毅说 蔡英文为什么不承认 拒绝九二共识呢 他给出的理由是 他不老实 您怎么看待这个不老实 三个字背后所包含的这个意思 所谓的不老实 就是说昨天你说过的话 你今天就翻脸不认人 这个就是明显的不老实 昨天的你打脸今天的你 我们知道其实我们人 自然说人的本性来说 我们是很容易遗忘的 所以我们都说 叫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所以我们人类有一个 非常伟大的发明 叫做档案 档案就是为了 对抗人的这个妄性的 所以其实说实话 你过去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情 那个档案上都有写 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 白纸黑字都记录下来 你可以假装你忘了 那档案可没忘吗 在那放着 大家谁都可以去查 2000年的7月6号 在台湾立法机构 当时台湾立法机构 的一个名义代表 叫陈超明的 去质询当时录卫会的 主委蔡英文 然后就问蔡英文说 有没有九二共识这个事 然后蔡英文是这样 蔡英文还给你解释 说九二共识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好了 他不仅承认有九二共识 他怕你不明白 他给你解释明白 说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那就说明你蔡英文 认为有 而且了解得相当清楚 对 你很了解得很清楚 好 那这样的话 到今天为止 你去否认九二共识 你怎么去面对 2000年的那个你呢 而且我们的答案上 白纸黑字 大家都可以去看 你蔡英文 做了台湾立法机构 不可能把那些档案都删掉 不可能 大家都看得到 所以 吴敦一所谓的不老实 其实就指这个意思 就是政治人物 你前后说话要一致 你前后说话不一致的话 你跟着你的那批选民 都觉得说 你这小子老转班 我怎么办 所以这个不老实 我在想说 这是一个政治人物 从政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而且正在吴敦一的角度 吴敦一一定要这样做 为什么呢 2016年国民党失败之后 2018年就能够两年之内 迅速地从失败的泥潭里爬起来 迅速地崛起 我想靠的 其实就是九二共识 因为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 因为国民党能够 处理好两岸关系 所以国民党能够 在仅仅两年的时间内 就迅速地实现 重申实现在起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作为国民党的大当下 吴敦一一定要站出来 去维护九二共识 而且吴敦一讲的 其实并没有错 你蔡英文 你自己当年是承认九二共识的 你今天翻脸不认人 那就让民众 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让大家看一看 蔡英文这个政治人物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风 大家自然会做出大家的选择 布老师 真的是一句大实话 但是说出了这个事实 蔡英文 你作为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本来应该是一诺千金的 但是我们看她在很多问题 很多政策上 不但是出尔反尔招领西改 特别是对于九二共识的 这样一个态度 前后不一致 而且明明是由于自己坚持台独 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反过来 偏偏不说实话 还说是什么 岛内广大民众的民意和心声 那要说到这个民意 我们看到九黑选举之后 明明九二共识成为了 岛内广大民众的一个共识了 大家是拥护支持九二共识的 那么对于这样真实的民意 蔡英文为什么不提呢 来教授 蔡英文认为可以改变 因为九二共识的核心精神是我们承认 我们都是一个中国 也就是根本的精神就是来自于两岸的同胞都是中国人 我觉得这个才是九二共识的核心精神 台湾的民众来说的话 越来越多的人在增长 说我是台湾人 也是中国人 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已经看到它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多 越来越快 那不承认它是中国人的人数在减少 这是一个趋势 这股趋势是必须要继续推动的 这股趋势不能够当有逆流来的时候 你就往后退缩 以目前来看的话 蔡英文推起来的这股逆流 就是希望把我们都是台湾人 也都是中国人的这股发展的力量 把它压下来 这个就是为什么蔡英文明明知道 在九合一选举中 国民党籍的先市首长 他们主张九二共识 台湾的民众也主张九二共识 但是蔡英文很清楚知道 国民党的九二共识的重点是放在后端 而不是放在前端 因此他觉得中间有矛盾 这个矛盾就可以逼着你 不敢说你是中国人 没有承认你是中国人 没有承认两岸同属于一中的九二共识 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只承认各自表述的话 意义在哪里呢 我觉得这点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 这个必须要去正视 这个就是蔡英文看到 台湾的国民党内的九二共识的 跟大陆的九二共识之间的矛盾 他在扩大这个矛盾 国民党是上了当 而且也不断地在强调 各自表述这个部分 这样走下去 怎么会是一个反习的 怎么会是一个 在大是大非方面的一种坚强的舆论 来去跟民进党做对抗呢 我觉得要跟民进党做对抗 就是中国人跟主张台独的 就是反对台独的 这样的一股坚持的对抗 才是我们的整个重点 也就是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反对台独 我觉得这个部分 才是一个好的对抗的 一个着力点 确实像赖教授所说的 两岸同属一中 这是久而共识的核心意涵 而且我们现在也欣喜地看到 岛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众 他们已经高声地喊出 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 这是目前这样的一个事实 所以说作为台湾当局执政者来说 接受久而共识和拒绝久而共识 会带来不同的结果 这不用我们过多地去赘述了 那么它也会直接影响到 台湾未来的发展 以至于岛内民众的生活 那究竟是能够过繁荣稳定 和平的这种局面 还是要和岛内的这些 极端的台独分子 一起去面对这种动荡 甚至是台海的这样一个战事 那您认为作为普通的民众 他们会做何选择 我想其实站在普通的民众的角度 大家的诉求 其实就两个 第一个叫做活下去 第二个叫做活得好 活下去说白了就是安全 活得好说白了就是民生 而安全 台湾的安全和台湾的民生 这两件事情 其实都跟大陆息息相关 我们说实话 其实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大家都是中国人 大家什么事情都可以谈 其实这个已经大陆展现出了 一个最大的善意 两岸关系今天要稳定 要发展 靠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善意 我们先站在安全的角度来说 其实台湾 我们说台湾的安全 最大的保障 是大陆民众对台湾的善意 其实台湾 无论买美国的什么武器 你甭管那武器 先进不先进 你甭管花多少钱 那都不重要 只要大陆的民众 对于台湾抱有很高的善意 其实你不用买武器 台海一直是和平的 所以蔡英文执政这两年半以来 做了最错的一件事情 就在破坏大陆民众 对台湾的善意 他不成九二共识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对台湾的损伤 是非常非常重的 善意这种事情 建立起来很慢 但是破坏起来很快 在这些过程当中 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台湾这些年间 为了 蔡英文当局这两年半 为了阻碍两岸的交流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可是这件事情 对台湾最后造成的 不都是伤害吗 他为了搞所谓的新南向 为了说要减少 对大陆的经济依赖 搞所谓的新南向 结果什么结果 要153个越南旅游团 跑到台湾 结果152个人跑掉了 这些人去的时候 买的都是单程机票 然后153个人 跑了152个 留下的那个叫领队 你说实话 这不是给台湾民众添堵吗 你做的这些事情 完全都没有用 明明两岸都是中国人 你好好地经营两岸的善意 两岸的观光 两岸的经贸合作 对大陆对台湾 其实都是好处 所以我想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台湾的民众 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所以他们也发现说 我们不要再跟蔡英文 不要再被蔡英文绑架 所以我们才看到说 2018年 两岸的经贸合作 到达了一个新的高度 我们也看到说 2018年 台湾的民众 来大陆的人次 也创造了历史的新高 我想其实这就是民意的反应 确实像您所说的 两年来 执政两年来 蔡英文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是在破坏两岸关系 让台湾的民众 是既活不下去 越活不好 所以现在大家 才清楚地认识到 只有承认知识 就而共识 才能够过上好日子 所以蔡英文当局 不要再把个人 以及政党的意识形态 强加给台湾的民众 不要动不动 就把2300万人的民意 挂在嘴边了 好 感谢两位的点评 与分析 谢谢莱教授 谢谢张成 余教授 观众朋友 再见 谢谢余教授 谢谢张成 莱教授再见 观众朋友再见 感谢大家 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 下期再会